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E1997年PAPER2第48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說在Figure裡面的OXY 即是這個 它就說是SATA線型 WITH的SATA是O 它就說Z這一點是MID POINT 接著它就叫你找Area of Triangle OXEZ 給Area of SATA OXY 即是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首當其衝 我就會想計下這個黃色的Area 即是這個 英文就是這個 我首先如果要計這個 我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不如我叫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因為Z有提及過 MID POINT是個終點 所以其實這兩部分的長度 根本上大家是一樣的 OK 我們不如寫下它 我就說 LAT的OZ 根本上就等於ZY OZ 就會叫做等於A 先 好嗎 很明顯地 我又看到一些東西 明顯地 其實我會見到 這條OZ 全場就是2A 根本上就是這個SATA的半徑 所以這條OZ 根本上就等於OZ 所以整條OZ 根本上就應該是等於2A 我們就按下它 即是這個是2A 好 而事實上 有著落了 現在我想計的就是 Area OZ OZ 我想計算它 根據公式 我們夠資料 就是兩條邊夾著角 即是這兩條邊 我們有夾著 30度的角 就是2A B的角度C 所以就等於1A 2A的角度C 我不太夠位 所以寫在下面 就浪費 30度 所以其實 如無意外 如果你這樣繩一繩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A的2次 就是O2 就是這個 好了 今次如下落來 我想計算什麼呢 就計算整個SATA OXY 因為它要你計算 所以其實我們又來 就是Area of 這個 SATA OXY 我會怎樣計算呢 其實說真的 這裏都有資料 就是這裏整個SATA 其實它是310度 它只不過是佔的就是30度 是吧 所以360度分之30度 再乘回Pi R 就是Pi R 就是這個線型的半徑 R 就是2A 是吧 就是Pi 按錯按鈕 好 就是2A 是的 整個2A的SQUARE 整個2A的SQUARE 好 所以其實在這裏 最後出來的答案 如無意外 按一按機 它就會是Pi A SQUARE 就是OVER 3 好了 其實 它現在問你什麼呢 換言之 是吧 它那個的RESO 是怎樣 所需的RESO 就是REQUIRED RESO 好 那當然 首先把黃色的AERA 就是A SQUARE OVER 2 就比 線型 SQUARE 就是Pi A SQUARE 就是OVER 3 那 你就左右兩邊 約一約走些東西 那最後 先不快完之後 剩下的應該就是 這邊是3 這個就是2Pi OK 所以整個答案 都呼之欲出了 整個答案 當然就是3 比2Pi 就是D OK 好了 就試試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